今年您做了国内外旅游或者已经规划旅游了吗 世界各国都抢着能够分到旅游商机的大饼 伊拉克您还觉得它动荡吗 它已经摆脱了国内的战乱 推出古城巡礼 在巴比伦古城里面你可以游走欣赏美景 另外哥伦比亚有一日矿工的体验活动 幸运的话敲下来的祖母绿宝石就能带回家 厄瓜多推出了亚马逊丛林深度旅游 很多欧美生物学家都前去探索 一开始的泰国竟然靠了特色冰棒成为曼谷的名片 地标郑王庙主塔上的花砖变成了冰棒的主题 这只雕花冰棒一只要价将近台币90块钱 吸引了更多的人在今年夏天朝圣尝鲜 打开塑胶带来跟庆良消暑的冰棒 但眼前这两只冰棒造型独特有着立体雕花 民众拿着冰棒站在曼谷知名地标郑王庙前拍照 原来是当地业者主打的特色冰品 以郑王庙塔上贴的彩色瓷砖为发响 一推出就大受好评 郑王庙又名黎明寺 因此业者将这款冰棒取名为黎明之花 有蝶豆花椰奶和泰式奶茶两种口味 一只要价89泰铸约合台币80元 现场还是有游客不想做选择 一手一只同时品尝两种口味 今年五月才推出的花朵冰棒 成功吸引不少国内外观光客尝鲜 也更深入欣赏寺庙主塔 高82公尺 塔上贴满各种彩绘瓷砖和贝壳 业者表示 索德将会投入帮助寺庙的佛教教育 和医疗费用 暑假旅游忘记 想干清静大自然 厄瓜多帕斯塔萨省的科学之旅 主打亚马逊丛林探险 有别于一般观光行程 旅客得在大半夜里穿着探险装备 跟导游一起涉水进入丛林深处 来到这探险的游客 大多是欧美国家的生物学者 与其看教科书上的图片 可以亲眼看见触摸野生动物 都让学者们兴奋不已 此外也有摄影师前来报名 捕捉这些动植物夜间的美丽姿态 观光旅游不仅是看看风景 也可以把握机会 体验当地人的工作 哥伦比亚的坦闸山谷 以矿山闻名 主打一日矿工行程 一大清早就要在山头集合 品尝当地知名的矿工早餐 补充体力后就要进入矿坑准备开工 巨大的坑道蜿蜒曲折 游客们穿上安全装备 在导游的说明下 一边停着祖母绿矿石的行程 手上的火也没停着 大家都想敲出宝石带回家 虽然宝石非常迷你 游客们也敲得满手黑 不过带回家的纪念品和回忆 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想趁暑假来场中东古城巡旅 但很多人一听到伊拉克旅游 都担心战乱环境危机四伏 其实伊拉克在2017年底 宣布打击伊斯兰国上取得胜利后 国内动荡已经大幅降低 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巴比伦古城 走过有如迷宫般的遗迹 和巴比伦实施雕像合照 伊拉克政府也力拼观光 希望提升软经济实力 摆脱疫情的旅游低潮 各国摩拳擦掌 在暑假期间推出的特色旅游 抢夺这份商机大饼 TVBS新闻综合报道